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能让影迷感同身受 这是肯定 说实话给我十亿 我也不知道怎么去荒 戏里的黑暗是沈腾饰演的王多宇 有了十亿之后 做什么成了什么 随便投资的西洋产业能赚钱 买下荒废的地皮 也能敢学区王赚钱 这样的价值观真的符合现在的经济发展吗 我想电影之后 更多影迷会认为有钱的人赚钱会比较容易 希望别因此抱怨生活不公就好 戏外的黑暗更加现实 一部电影的时间 我们通过第三视角 感受了拥有十亿的感觉 看过电影我不是药神的影迷 知道最难之的是穷病 沈腾饰演的王多宇 最后没有因为钱放弃良知 但电影之外 我们确实是需要赚钱 而赚钱并不像电影里那么简单 最近的生活太压低了 国产保护月压的人们透不过气